南塔攻班的人呢 落跑了吗 大家好 我们今天趁着天气放晴 赶快来看看淡江大桥攻城状况 P140桥墩 P130主桥塔 北塔基础还在拆模 由上而下先拆上面再拆下面 今天淡水白天温度也不到10度 加上海风体感温度不到8度 但工作仍要继续 接着看看南塔基础拆模之后状况 人呢 闹跑了吗 待会儿带大家去找找看 应该不是天气太冷躲起来了吧 仔细看北塔人并没有特别多 可能是不知的 他在水平中有没有特别的 不知的 他在水平中有的 是不知的 在水平中有的 而是不知的 一种火星 反正的水平中有轮延上 一种火星 的水平中有的 P140旁边有几位 应该不是 P150没人 P160底层钢筋绑得差不多了 P140没人 看看桥头区域 大门入口附近有一状 果然 一群工作人员正在忙住排列组 样子有点像 应该是 原来南塔基础的工作人员都在这里 大家正在模拟台生模板组装 也是应该要先组合看看 因为主桥塔必须一节一节往上抬升 而且抬升过程有渐变 木板随着桥塔上升也要随时修改 这也是工程过程会遭遇的难题之一 我们继续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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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工程单位及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 大家辛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收看 感谢按赞订阅 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